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轮吞吐火舌的巨大的太阳猛然之间射出了一道笔直的红色的火线 赤红的火线各粗细快若闪电 瞬间的就飞到了黑金伏兵的面前 准确的击中了他胸口覆盖的那枚神纹 火线没入神纹之中 黑金伏兵眼中闪过了一丝绿色 身形微微拱起眼睛瞪的老大 两颊高高的鼓起 黑金伏兵张嘴轰的喷出了一旁红色的火焰 火焰一落地 那些奇寒无比的冰层迅速的融化 黑金伏兵肚子里面的火焰 就仿佛无穷无际一般 他保持着焚火的姿势 火焰源源不断的从他的口中喷出 鲜红的烈焰就像是流动的火毯 沿着冰层肆意地流动 烈烈燃烧之声遮住了所有的杂音 无边的黑暗的西空 宛如星辰一般的神闻海洋 红色的火焰沿着冰层燃烧 冰蓝的雪花还没有飘落 便被火焰给吞噬了 这些流动的火焰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 海心兵神色镇定 心中皆是黯然 自己堂堂民主 连他一个伏兵就打不过嘛 所以竟然还想着以他争王位 这多么荒诞可笑啊 那点寒芒是他在北冰荒原的极深处 采集到的冰原神兮 那点神兮齐寒无比 他费了无数的心理炼制 我来以为啊 能够冰封万物 没有想到 神级和非神级之间的差距 竟然如此的大吗 他心中是苦涩无比 鲜红的火焰霸道炙烈 是神火比他的冰原神兮品贴更高 对方的伏兵用神火 再借助神闻之力 竟然硬生生的 挡住了自己燃烧神力 是展出来的冰原神兮 他简直败的是幸福口福了 他被全面的压制了 那个戴面具的男人 浑身喷吐着痴热的气息 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与荒售的气息 与这片神闻星辰海融为了一体 虚无缥缈 却好似无处不在 海心兵说不出来的男少王 在想到之前他的气势 好似不见尽头的疯狂的暴涨 让他心生亥然 而此时的清风话语 无处不在 反而让他没有了经济 只有神圣的挫败 差一大劫的时候 你会亥然 但双方存在质的差距的时候 反而没有那么悍然了 对方用无数神闻重构一戒 把境界上的差距 已经毫无掩饰地呈现在了 他的面前了 神力上的差距 不至于说让他失去斗志 只有境界上的差距 才让他感到绝望 燃烧的神力不断地在注入手中的长剑 然而冰原扩张的速度 远远不及对方神火流淌的速度 鲜红的火焰 如同燎原之势 无物可当 真是失败呀 自己连同归于尽 拼命的资格 现在都没有了吗 当最后一次神力消耗殆尽 冰原 骤然停止了扩张的脚步 瞬间被烈焰吞噬 一朵冰花出现在了海鲜冰的额头 转眼睛 冰霜便蔓延了他的全身 他化作了一座冰雕 喜喜如生 无数猎文卡卡地出现在了冰雕上 如同猪网一般 啊 冰雕彻底地粉碎了 化作了无数的碎冰 被兴用而来的烈火吞噬得干干净净 一代民主三十万大军的首领 海鲜冰就如此彻底地 在世间消逝了 如此简单 如此轻易 此时最终 先王都没有动手 无边的黑暗 如新城海帆浩瀚的神门 剧烈庞大的气息 惊人的巨大的太阳 整整一切都在其笼罩之下 眼前发生的一切 是如此的不真实 不真实的仿佛就像是 一个梦境 不想 就是死路一条 冰冷的声音在每个人的心中挑战 没有得意 没有高兴 一如刚才的平静 啪 不知道是谁手中的魔兵 掉在了地上 立刻就引起了一天连锁反应 丢掉魔兵的声音 不绝于耳 亲眼目主的海心兵的陨落 他们心中最后一丝反抗的意志 已经被彻底的粉碎了 朱南岳泪流满面 但是 他没有喊为冥王报仇之类的话 他知道 眼下的反抗根本没有意义 除了说 拉更多的人去死 在他身边 所有的北人兵府大将都面若死灰 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一切都完了 他们默默地丢掉了手中的魔兵 没有人能够阻挡那个人 他一个人便能够干掉他们所有的人 因为他一个人便可以毁灭这一剑 但不知道为什么 哪怕就是他们虽然难过 这也同样的如是重负 终于 不用与他为敌了 这一战 让新王的声望 达到了巅峰 超过了老明王 几乎整个民界都目睹了 这京士亥俗的一战 没有人 再去质疑新王 有没有资格登上王位 无论是谁 假如说能够以一己之力 打败三十万大军 都有资格 在短暂的失声之后 整个民界立即就沸腾了 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 狂热的欢性之中 神级 他们的王 是神级 现在天下仅有的神级 他们的王是天下最强的 所有的迷茫一扫而空 所有的恐惧消失不见 央土园一战 让人们了解了 神级高手是多么强大 但是 那一战中 刚刚踏入神级的 天环大长老陨落 迄今为止 还没有新的神级出现 但是现在呢 明镜却有一个人 拥有了属于他们的神级强者 那就是 他们的王 人们开始憧憬了 他明镜在新王的带领之下 变得越发的繁荣新旺 明镜各界各个势力的首领 已经连夜提成 日夜间城的赶往明王宫 朝拜新王登位 将新王效忠 无数的高手 从思念八方向明王宫汇集 在明镜民众的心目中 王上将注定成为传奇 有什么比追随这样的王者 更让人感到激动的 原本引以要崩溃的明镜 幻然一新重新的 充满的朝气活力了 终于完成了 答应师的事 琢磨心中 长出了一口气 他被继承明王之位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担心 身为神级 他已经是这个世界上 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事情啊 比他想象的更加的顺利 他之前呢 做了最坏的打算 若是说 不能够降服这三十万大军 便把这一切彻底的封锁 当然那是最坏的打算 三十万大军 而且还是明镜精锐 真的全都屠杀干净 宁静 必然元气大伤 佐墨对杀人可并没有什么抵触 但是没必要的杀戮 他是不会做的 眼下可以说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个结果 好的超出了佐墨的预料 以至于他 不如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计划的 除了安墨 梁威等人 这墨庸海之王的身份 无人知晓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这或许是个绝佳的机会 暂时他还没有想好 如何利用它 忽然 车外的欢呼之声 打断了他的思考 心念一动 外面发生的一切 就浮现在了他的心中 道路的两旁 汇集了无数的人 人群随着道路 一眼都望不到尽头 战车所过之处 人们纷纷败倒 武王在上之类的高呼 是不绝于耳 安墨等随行的战步 一个个是抬头挺胸 每个人的脸上 都浮现出了自豪之色 左墨真的感到有些吃惊啊 他在墨游海 也绝对不会有如此的待遇 哪怕说 他是墨游海的缔造者 这源于两地文化的差别 墨游海的主要成员 大多是修者 修者门派伶俐 从来呢 没有出现大一统 所以修者没有忙 而对于魔族来说 每当他们最繁荣昌盛的时代 必然呢 会出现强大的王 在他们心中 王的地位神圣 对于绝大多数魔族而言 王是他们的希望 是他们可以以生命追随的对象 新王绝对强势的表现 让明镜上下的未来充满了憧憬 每当魔族出现一位强大的王 往往是魔族最强大的时候 当队伍行进到冥王宫外的时候 冥王宫外一定是人山人海 全明镜各地大大小小的首领们 几乎全都汇集在这里了 他们看到了新王队伍的时候 立刻就全部都沸腾了 左墨从战车当中走出来 眼前人头攒动 一望无际的场景 震慑人心 山呼海啸的欢呼声 让每个人浑身 都不由自主地震颤着 和莫等人激动着卫论底 旁其也目睹了 如此壮观的景象 心中充满了自豪和荣耀 吾王在上 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 越来越多的人举遍高呼 那高呼声汇集成了汹涌的洪流 连地面都仿佛在震动着 吾王在上 吾王在上 人们仿佛不知疲倦一般 深思力竭地喊着 左墨站在战车上 戴着青铜面具的他如众星拱月 光彩夺目 都环顾四周 他的目光从人们的脸上扫过 他看到了他们得未来的希望 他看到了他们对他的崇拜 他看到了他们脸下的骄傲和兴奋 忽然之间 他心中仿佛被什么压着 沉甸甸甸的 从今天开始 他将带领他们 他将成为他们的王 左墨深深的吸力口气 郑重地宣示 以明王之名 我将守护这天土地 狮的身体只剩下了半截 他听到了左墨的宣示 他知道左墨这是向自己许诺的 诗的脸上流露出了难看的笑容 他放下了最后的心事了 他的身体只剩下半截 转过了脸 对着空落落的大殿 他自言自语 好了 让我们做最后一点事情吧 诗的气势 轰然爆发了 他全身释放着宛如星辰一般的光芒 只剩下了半截的身体 迅速地在消融 几乎就在同时 在宁静的五个角落 五道熟悉的气息 冲天而起 诗的脸庞 绽放着圣洁的光芒 他的嘴角 放着微笑 谢谢你们 耀眼的光芒 迅速地吞起了他的身体 冲天而起的光芒 笼罩了整个明镜 他的神情庄重肃穆 五等六人 愿意残切身魂 永振明镜 不轮回 鬼混沌 以其安平 轰的一声耀眼白光 瞬间吞噬了诗 空中只留下了鸟鸟鱼音 一切安平 六道光芒在明镜冲天而起 瞬间消失了 大殿之内 是空无一物 左墨忽然抬起了头 他感觉到了诗的气息 一切安平 仿佛在 左墨的耳边 响起了 但是转眼之间 诗的气息 便消失不见 忽然 一片米粒大小的 白色光点 落在了左墨的脸上 凉凉的 却充满了 神力的气息 天空 洒落了无数 白色的光点 有如雪花飘扬 朦胧美丽 人群中忽然有人惊呼了 哎 这东西的恶增加神力啊 人们立即兴奋了起来 纷纷飞上天空 四下去追逐这些光点 同一时刻 明镜每一届 光点如雪纷飞 左墨的心情 立即滴落了起来 诗的陨落 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了 可是当它真的发生了 左墨仍然无法遏制的悲伤 诗大概是他见过的最奇特的强者了 他拥有超强无比的实力 在左墨见过的所有高手之中 诗绝对位于最顶尖的行列 但是这样的强者 就对这片土地充满了眷恋 那种深沉的感情 左墨没有在其他人身上感受到过 就连最后 在许多人看来 这样天生异象 下巧出现在 新王登位的时候 更加证明了 新王的不凡 光雨持续了三天三夜 整个明镜的都在狂欢 也直续了三天三夜 当五个身影出现在左墨面前的时候 左墨的情绪再也把持不住 视野瞬间模糊了 少爷 阿鬼带着哭腔一头 就扑入了左墨的怀里边 就像小时候一样 左墨泪流满面 说不出话来 他只是轻轻地拍着阿鬼的背 恢复之后的阿鬼 少了那份生硬木讷 但他到底是坚强的女孩子 很快便注意到了自己的失态 顿时有些羞涩 从左墨的怀里边挣脱了出来 只是脸上还挂着两行青泪 师弟 尾声看着左墨 眼眶微微泛红 这个拥有钢铁般抑制的硬汉 此时也是心细激动无比啊 他才看到五驾神母官 想着师弟拖着五驾神母官 在那无尽虚空闯荡了十年 这其中的艰辛 可想而知啊 大师兄 左墨也是激动无比啊 两人用力地拥抱了一下 罗黎在我黎身旁游虚化石 如今的他呀 已经挣脱了之前虚影的桎梏 他同样是激动无比的喊了一声 师兄 左墨看着罗黎却不由笑了 师弟啊 这一下子你终于得偿所愿 能和我离 双宿双飞了呀 一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谢谢观众收听 修真事件 第六百四十六回 谢谢观众收听 谢谢观众收听 谢谢观众收听